香港福音盛会2017主外林香港报导大会 来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现在我就身处在香港大球场的现场 今天大会就特别选择在下午 就举办了一个普通话的特别场 照顾不同人士的需要 而昨晚创世电视就独家直播公开场的第二场 我们一起重温一下昨晚的精华 12月1号晚上创世电视在MyTVSuper独家直播 主外林香港报导大会第二场公开场 除了在香港大球场一万二千名市民之外 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听到台上嘉宾的分享 演艺人周慧敏除了献唱诗歌之外 也会分享自己的信仰 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不认为高传或登传 自己都会经常都要以靠祷告去学习 如何去做生活 商界名人司徒永夫 创世电视总监叶吉宝 分享了他们人生经历的保护之旅 原来真正的我 还有李炳光牧师分享信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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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想呼唤你 他想医治你 他想帮助你 他想解决你的问题 你有没有信心接受他 连同元朗大球场的直播聚会 郝感恩当晚有大约600人愿意决资信主 今晚7点半 在香港大球场将会有第三场公开场 分别有演艺人周慧敏献唱 梁感松 谭志源分享见证 车主 以及吴振之牧师分享信息 星期日还会有国际场 有印尼福音歌手 以及无特宜分享见证 还有最后一场公开场 邀请到黄志鸿、黎振满牧师 分享他们的黑白道 以及李炳光牧师分享信息 还未拿票的你 可以在大球场外面接待着撒捉门票